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看床旁边的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因为大小不一 在这里我们选择直接拷贝 然后来进行修改 选择窗框 然后对它的组进行一个打开 或者截组都可以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它的样条线 对它的点进行一个调整 在调整的时候 我们将所有的贝塞尔点 转换成我们的脚点 转换好之后 来进行点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来调整玻璃 同样的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 这样条线 调整好了之后 再放回到几处命令 这个玻璃我们就已经修改好了 旁边的同样的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窗框 进行一个复制 窗框和玻璃成组之后 进行一个复制 对它进行一个截阻 或者是将阻打开 调整我们的点 也可以重新进行复制 在这里 流行 复制好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将它成个组 然后复制到旁边 进行一个修改 这样子 解开 或是打开都可以 调整点的位置 窗框调整好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玻璃 调整好之后 我们可以实体显示 来观察一下 层主 同样的 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 实列复制了 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窗框 建好之后 我们能看到 我们之前说过 墙上忽然出现线条的地方 说明有墙体的 转折 我们在底视图上来进行一下观察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有两个突出来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底视图上进行一下绘制 或是在前例面里 我们应该也能看得到 有一个墙体的突出 都可以进行绘制 绘制好之后 将位置摆放好 它的厚度应该跟墙体厚度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输入 挤出240 在这边 同样的 也有一个 在上面 然后我们来对它的材质 进行一个附加 我们来看一下 CAD 好了之后 这面墙 我们也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层组 选中所有物体 先将主 打开的主进行关闭 关闭了之后 再能层组 然后 我们创建一个层 C立面 模型 对它进行一个添加 然后进行隐藏 我们将我们的钩 勾选到标准层 记得这个重要的步骤 现在我们来绘制它的 北立面和东立面 我们将我们的CAD 进行一个释放和一个隐藏 的一个操作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东立面 进行 释放 将我们的北立面 也取消隐藏 然后将南立面隐藏起来 在C立面也进行隐藏 在这里 我们先来建 我们的北立面 在我们的视图里 也就是背后视图 我们可以按我们的V键 进行一个视图的切换 Dank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设置 我们的快捷键 在自定义里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设置 我们的背立面 选B的检索 我们可以直接按 现在有了 背后视图 在这里 我们指定到B键 指定之后 我们发现 下面它写了一个底视图 因为底视图 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B键 指定到我们的背后视图 直接点指定就可以了 指定好了 背视图之后 现在我们还可以来指定一下 我们的右视图 右视图 R开头 我们直接按R 它会有检索 直接进入R的一些命令 来找一下我们的右视图 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设置为 我习惯用的Y 点指定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直接按 B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背后视图 按Y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右视图 就不用在我们的V里面 再去切换我们的视图 设置好了快捷键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我们的北里面开始进行制作 我们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我们的背里面 背后视图 同样的我们先来绘制下面的墙体 我们可以一起来绘制 绘制好了之后 一起挤出240 顶视图上来对一下位置 我们将位置摆对好之后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附加好材质之后 我们在后视图 再来对上面的墙体进行一个绘制 同样的我们12楼可以一起画 避开门的位置 然后我们对窗进行套动 对墙体进行挤出 顶视图对齐 然后我们来绘制门 用线段进行挥出 挥出好之后 同样的挤出100 让它对齐墙的中心位置 可以用对齐工具 对齐我们的Zizel 给它上一个门的材质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木板 挤出50的厚度 让它对齐于门框 的中心 同样的 添加门的材质 然后我们来进行 台阶的绘制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进行挥制 首先我们来挥出这块小的 再来挤出它的厚度 我们说过 楼梯的标准是150 台阶的高度 然后我们来挥出第二块 顶视图上来挥出一下 我们可以挥制到后面 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 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挥出150 在侧里面上 来放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台阶 然后在侧里面上 在右里面上 来做它的两边的矮墙 背后视图 摆放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挥出 400 前面我们已经亮过了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台阶做好之后 我们来开始挥制我们的窗 位置举行 添加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 对线段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好之后进行扫描 选择 正方体 输入 60 60都行 然后来调整一下它的中心点 或是我们说的九宫格 让它对齐于我们的墙面 中心 更改材质 再来绘制玻璃 击出5毫米就可以了 进行玻璃的附加 对齐于窗框的正中就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将它乘组 将窗框和玻璃一起乘组 直接往上复制 因为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10列复制 然后往右边复制 在这边的时候 因为不一样 我们选择直接拷贝 对它进行一个结组 然后来修改 在样条线的命令 你先修改我们的窗框 选择所有点 转化成脚点 将点挑到该有的位置上 然后对线段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对我们的玻璃 也进行一个 调点的步骤 退回到几处的命令 在底视图上看一下 位置摆对好之后 基本的我们的正面墙也做得差不多了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在门的上面有一个雨棚 我们可以先把二层平面 取消隐藏 看看雨棚的一个大小 二层平面取消隐藏 将一层平面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来绘制我们的雨棚 我们可以在前视图进行绘制 在我们的背后视图 绘制雨棚 在顶视图来测量 它的一个大小 它的位置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遵循我们的立面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测量 它的一个紧身就可以了 850 我们直接挤出850 然后把它放在墙上 这样 上面的雨棚也就做好了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可以改一个新的材质球 雨棚 可以改个颜色 现在这面墙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之后 我们将它乘组 乘组之后 为它创建一个层 叫北利面模型 进行添加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隐藏 两个 好 好 感谢观看